深入雪山腹地之前 侦察兵还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现在正在使用我们的北投手持机 把我们所经过的点位和坐标 给我们的步兵发动过去 这样的话他们到达点位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留下的绳子 然后继续跟进 报告 位置发动完毕 出发 随后而至的山地步兵利用溜索 将重型枪械运到了对岸 而侦察小队早已经换装白色的雪地迷彩 进入雪山深处 在那里他们不仅要面对高海拔缺氧的挑战 还要预防可能出现的雪崩带来的危险 踩一步会往下滑散步的状态 平时你们走的雪山也这么滑吗 我们平时走的雪山没有这么滑 因为看这个雪的颜色 它带了离土的颜色 说明前期刚发生过雪崩 把这些雪都压实了 所以现在很滑 不好走 路滑难行还能咬牙克服 但雪崩之后 积雪还在路上堆出了无数道雪墙 全力前进的侦察兵们要一边翻雪墙 一边爬雪山 极其耗费体力 更为危险的是 积雪中还有掩盖的半身高的雪洞 让人防不胜防 尽管道路十分艰险 但是让人稍感欣慰的是 这身雪地迷彩 尽管在海拔三千六百米高的雪山上 但大家并没有感到寒冷 特别保暖 有点类似于鱼的材质 风也刮不进去 谁也吹不进来 正如我们战士们所说 这道衣服保冷性还是非常好的 爬雪山也不会觉得冷 相反我还觉得有去出汗了 还真是在爬雪山